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9月23号星期一 今天不是今天 昨天是秋分之日 真的是要进入到秋天了 今天是三联休的第三天 今年9月日本有两个三联休 英文叫long weekend 中文叫什么 中文弹性放假 就是放三天假 应该有跟大家聊过蛮多次的 从快乐星期一的制度开始之后 日本基本上星期一放假的天数还蛮多的 今年的秋分之日又刚好在星期天 所以星期一就弹性放假 这一个周末我仍在京都 应该是在京都 很久很久没有去京都了 真的蛮久的 上一次基于京都 应该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 是去年吗 好像是哦 去年 去年前年我都有去京都 前年去京都的时候 那个时候算是疫情还没有解封之前 去了两次 哇那两次真的经验超级好 因为真的是人很少 我有跟大家聊过清水室走一圈出来 大概只要十分钟 然后去年去了 去年去了一次 今年其实也去了一次 各去了一次 其实人都多了起来 而且人其实是蛮多的 今年我就在想说在枫叶之前 想说再去京都走一趟 因为今年的枫叶 我想京都应该也是人会多到不行 现在应该算是相对的旅游淡季 但是因为三联休 所以人应该也是相当多才是 好了 久违的京都 去了回来再跟大家来聊聊 这是去京都发生的事情 我这是去京都 其实是要去住饭店 对 然后这个饭店蛮有趣的 这个之后会跟大家聊 好的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 大家应该还蛮关心的事情 今年大概差不多7月底左右 ANA就是日本全日空 这一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一个 你只要买一张机票从台湾到日本 然后你日本的国内线段 基本上是不用钱的 那这一个活动在7月底推出之后 8月 应该是8月8号台湾的父亲节 他们也推出了另外一个促销活动 在促销今年的第四季的机票 因为通常9月到11月 这个传统旅游淡季 在枫叶还没有开之前 会稍微淡一点点 那这一段期间通常都是会促销的 那这一段促销的时候 这一个ANA的活动就被烧起来了 一直到前几天 应该是9月中的时候 JAL就是日本航空 他们也决定要推出了 他们的机票在日本国内线 也是免费 这样子要怎么去搭配它 这个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人 想要试试看这种玩法的 所以今天我会先跟大家聊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有什么建议的航点 然后你可以怎么玩 这次的这个活动 基本上是以全日空跟日航为主 ANA跟JAL ANA跟JAL基本上算是日本最大的 两家传统航空公司 他们在日本的地位 应该就像是在台湾的长荣或华航了吧 但是有一点相当不一样的事情是 从台湾以长荣跟华航来讲 他们最主要的航点 都还是以国际线为主 但是在日本的航空公司 ANA跟JAL ANA跟JAL 他们最主要的航点几乎都还是国内线 应该不是说最主要的航点 应该是说他们国内线航点相当多 上个礼拜 应该是上上礼拜 才跟大家在聊到说 雨田机场跟陈田机场 这两个机场 在日本的国内有多么的运作频繁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说 今天只要你从台湾来到了日本 尤其是陈田雨田这种大机场 你要去日本其他地方转机 应该问题都不大 陈田可能大一点点 因为陈田的国内线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雨田当然就相当多了 当然日本国内线的机场 除了雨田机场之外 像这个关西空港 然后福岗冲绳和杂广 都算是运用相当频繁的空港 所以你今天要运用这样子的票 其实我觉得算是相对的容易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 你如果从台湾来日本 你要怎么买这个票 其实从台湾来日本 你要做ANA或JAL 你的选择也不多 基本上ANAANA蓝色logo的那一家航空公司 全日空现在只有飞松山雨田线 连桃园成田线在疫情之后都还没有复飞 所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松山机场飞雨田 然后你再从雨田这边再去有一个延伸的国内线 日航的话因为它两个都有飞 它有飞桃园成田 也有飞松山雨田 今年10月它又要复航 他们的台北应该是桃园飞明古屋的线 所以日航的话 其实你的选择会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红色logo的JAL 选择你基本上会多一点点 所以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呢 当然第一个 我觉得还是要先从价格开始看起 因为这价格也会跟你要如何去思考 这整个旅行有相当大的关系 还有你的假期 假设今天你的假期并不是很长 你只有5天左右的时间的话 我通常都会建议你不要飞来飞去 停在一个地方就好了 你要嘛就是去福岗玩 或者是你就是去东京玩当然没问题 很多人东京都玩很多次了 你要去大阪京都那边玩5天 我觉得已经都有点赶了 甚至你要去札幌5天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点点辛苦的 所以这种机票 我觉得要真正运用的话 可以运用在一个大概是1周左右的行程 比方说你来日本7天8天左右的行程 7天8天左右的行程的话 你就可以去搭配来旅行 所谓搭配旅行是这样子 因为你现在如果买一张机票 从台北飞到札幌 这张票基本上还是居高不下 如果你要去买传统的航空公司 像是长荣华航的话 那价格也是不得了 有的时候忘记连虎航 都是不得了的一个价格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台北东京线 台北东京的这一段 基本上它的价格会是比较有竞争基础的 因为飞的size太多了 所以淡季的时候 它是有机会可以降到比较低的价格 旺季的时候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买到一般的价格 但是今天ANA跟JAL这两家航空公司 其实他们的机票 不算是便宜的机票 你跟连加航空比 那当然是贵 如果说你要跟长荣华航比的话 其实不相上下 然后甚至有一些航段可能日空跟日航 还会再稍微贵一点点 所以你今天你如果决定要去买这样子的票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它的票基本上会是稍微贵一点的票 它不会是廉价航空的票的价格 应该是不会出现 好但是呢 你今天因为你飞到日本国内 你再加一段 你可以跟原本国际线是一模一样的价格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航段你就可以考虑了 比方说像是从台北飞杂幌北海道的机票 这一张来回的直飞的机票的价格 通常都会比飞东京的还要贵 你从台北飞杂幌的价格 有的时候可以到台北飞东京的价格的两倍都有可能 尤其是大旺季的时候 那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属于淡季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看ANA的促销是可以促销到一万两千多块钱 台北到东京的机票 松山雨田可以到一万两千多块 北海道怎么可能是这个价格 对不对 所以北海道呢 可能长荣华航便宜给你一万六吧 看季节啦 看季节啦 所以你等于说你飞到东京的这一个价格 你就可以到北海道 后面那一段呢 他不会另外跟你收钱 那这一段通常会是多少钱呢 如果是去买日本的国内线机票 像我自己买的话 有的时候会去抢那种两个月之前三个月之前的特价票 那那种情况之下呢 从东京飞到北海道啊 来回呢 可能大概两万多块钱日币可以买到 两万多块钱日币以下来讲大概也要四五千块台币 其实那个也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你不是那么早就去抢这种票的话 你要在日期靠近的时候才买的时候 东京北海道的来回机票 大概都会要到五六万块钱左右的日币 也就是说那一张机票啊 你连航从台北飞到东京啊 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它的话呢 你一万两千块钱的这一张票 如果你可以在东京用免费转接到北海道的情况之下 你这张票等于说你可以用 少了五六千块钱的价钱就能买到 那当然呢 原本啊 像日本航空 他就有推出 你在买国际线机票的时候 你搭配国内线就可以特惠的机票 这个从疫情前就有 疫情后还是有 只是名称不一样 现在呢 叫做那个JL的Explorer Pass JEP 那JEP这张卡呢 基本上不是卡啦 这张票呢 以国内线来讲啊 国内线来讲 最便宜呢 大概是7700 然后最贵是14300 那这个票呢 你如果折合台币的话 便宜要1684 贵的话要3127 这我看官网 它是用9月4号的汇率算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假设你今天从东京 要飞到很远的地方 比方说北海道 那大概是14300 你这样子去算 其实也要3000多块钱 那这个已经是特价票了 就是你要买国际机票 要再搭配才能有的 那现在呢 通通免费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钱你无论如何 都是可以省下来的 全日空 你现在可以从官网 直接开这一张票出来 那当然你要开的时候 要记得 你要用多航点的方式去开 那以日本航空来讲 日本航空的这一个 免费的国内线转机票 是从9月27号开始 那你就是一样的 你国际线 你要转国内线的时候 你国内线这一段 你基本上 你是不用再额外花钱的 那这样子的票 我刚刚有讲到说 有哪些航点是推荐的呢 首先第一个 当然就是北海道 因为从北海道的票 基本上还是相当贵 还是相当贵 那直飞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觉得比较方便嘛 你可以省时间嘛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转机 从东京转机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北海道 还是大家的选择呢 因为假设你今天要去冲绳 你从台北飞冲绳 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你飞到东京再转冲绳 你等一下先飞到东京来 快四个小时 然后出个关 然后非常辛苦 很累很累 然后呢 你再搭一个国内线到冲绳 再花两个半小时 值得吗 你可能会觉得说 算了吧 我就乐陶稍微挤一下 从台北飞雨田 不是雨田 从台北飞冲绳 多方便了 你一定会这样想事情的嘛 但北海道不一样 北海道呢 本来你从台北飞过去 大概就是要 五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你这个五个小时的时间 你如果以 东京在中间做一半来讲 你可以飞到东京的时候呢 大概差不多三个多小时嘛 那东京到北海道 再两个小时嘛 你这样子把它分开来 然后你东京转机 再算一点时间 或许 你就会觉得相对来讲 时间没有浪费这么多 好 那这个转机无论如何 第一个你就是得去考虑它的时间点 跟这个飞机的位置 那当然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想说 你的整段假期 你要怎么去安排 假设你今天你的整段假期呢 就是一个礼拜 我刚讲的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个城市加乡下 其实城市就是东京了啦 因为你只有东京能飞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方说像我自己 如果在东南亚旅行的话 我都会想要这样安排 比方说我有一个假期 然后我要去泰国玩 那我去了曼谷之外呢 我可能就会想说 假设我是一个七天的旅行 比方说曼谷可以待个三天 然后去个帕塔亚或是普吉岛 这种度假的地方待个三天 又或者说 假设我今天想要去越南的话 那我可能也会想说 好像可以去个河内玩 但是除了河内之外呢 假设我今天有一周的旅行 我是不是呢 可以有个两三天去个夏龙湾 去个比较郊区的地方走走 那又或者是 我是不是可以来一个 胡志明家复国岛之类的 一种行程安排 那以日本来讲呢 因为通常大家如果说常常来的话 你可能就是五天五天 一次一个地方嘛 再这样现在的廉价航空呢 飞的航点又相当多 所以如果你短的日子的话 当然没问题 那你如果是一个礼拜 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可以哦 你就可以说呢 以东京来讲 你可以先在东京待三天 然后去北海道 然后去北海道呢 玩完之后呢 再回到东京 再从东京回台北 那这样子的这种玩法 我自己觉得 有这样的票之后 大家就可以来考虑看看 以前你可能不考虑嘛 以前你会觉得说何必呢 那现在我就觉得可以考虑为什么哦 我自己对于旅行来讲 我非常鼓励大家旅行出门 如果可以的话 让自己跨两个周末 可以走到个八九天 因为那个感受真的是相当不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你旅行 从来没有超过五天过的话 我还蛮建议你可以去试试看哦 旅行是这样哦 通常第一天出去的时候 相当相当的兴奋 所以你看那种什么东西都很新哦 超级兴奋 但是你第一天出去的时候呢 你还是会稍微念记一下家乡 这个念记家乡有两种啦 一个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想一些 你出门之前的事情 不管是家里的事情啊 朋友的事情啊 然后呢 公司的事情可能也会 冲进你的脑袋里面 但是我的经验是呢 大概只要玩到个差不多第四天 第三第四天左右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整个出国之前的 所有的事情 好像有点忘记了哦 然后忘记之后 你就可以更沉浸在旅游当中 但是更沉浸在旅游当中呢 到了第五天就要回去了 就觉得天啊 这一趟的旅行 我们就是收在最漂亮的地方 好不容易觉得说 哇这个旅行终于要进入到一个正题 然后就要回去 你看收在最高潮的时候 这个是我以前带团的时候 最常能出现的一种模式 但是呢 这个模式呢 如果今天有这样的票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我如果把日本旅行拉长到七八天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以前七八天你怎么玩 你可能是买GR Pass这样子去跑 对不对 或者是两周GR Pass这样跑 那很多人可能没有玩过这种GR Pass 但是你如果今天七八天 你中间可以有一个断点 你可以怎么断呢 我讲一下我的建议好了 我通常都会蛮喜欢呢 把那种郊区的感觉 就是那种出去一个远门的感觉 放在这一个旅行的后半部 因为你放在这一个旅行的后半部的 这一个好处就是呢 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你受到那种城市的刺激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哇很兴奋出去 然后在大城市里面啊 跑一些咖啡厅啊 坐电车跑来跑去啊 然后整个呢三四天 你整个心情放下来之后呢 走到郊区的地方稍微放松一下 以前你对于东京的郊区会是哪里 东京的郊区 你可能就是河口湖湘根 对不对 就是这种短程能去的地方 但是如果今天你可以结合一个北海道 你这个旅途会变得蛮有趣的哦 第一个啊 你可能没有搭过日本的国内线 日本国内线还蛮好玩的哦 它其实那个规则都不太一样哦 因为日本国内线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大概差不多提早 二三十分钟去就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行李的话 你要提早一个多小时到啦 因为你必须要托运行李哦 然后全程呢 你就用那个QR Code就可以进去里面哦 然后到了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 然后你今天到了北海道之后呢 你会瞬间到一个说 我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属于放松的地方 relax的地方 找一个度假村住个几天 然后到了前一天的时候呢 你再回到东京来 然后再做一个大采买 然后直接飞机回去 这个应该会是我还蛮建议一下 是你今天有七八天配合这样子的票 你可以去组合的行程 那这个行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如果你有听我之前的节目 还非常久以前哦 我看一下是哪一回哦 在第38回的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聊到北海道五日游的全攻略 杂谎小尊韩馆哦 通通都去了情况之下 北海道一直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呢 如果你想要一趟北海道 你要杂谎小尊韩馆这些最厉害的城市 你都想要去走一趟的话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韩馆好远啊 跑到韩馆之后再回来 有一种回头路的感觉 但如果你今天你搭配这样子的票的话呢 就有点像是呢 你如果从台湾搭配那种 从杂谎进韩馆出的票 你就可以不用走回头路 那你现在搭配东京的商票 也可以这么做 所以你等于说你可以从 松山飞雨田 然后雨田呢 你就进东京玩 玩个三天四天 然后呢 你再回到雨田机场 飞到北海道去 你可以去的时候飞杂谎 然后你从杂谎小尊完了之后呢 最后到韩馆去 然后你从韩馆直接飞回雨田 然后再从雨田飞回台湾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哦 而且呢 假设今天你又可以省点钱的话 一次双城游 就是东京跟北海道 两边都完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 可以试试看的一个组合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说 你可以去比方说巴藏岛 东京的巴藏岛 应该很少人去过 我一直好想去啊 但是每一次都没去成 就周末想去 但你知道那个地方 周末通常很容易说风太大 这个飞机就停飞之类的 然后又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搭配着东北 那又或者是说呢 往南边可能就不太建议了啦 毕竟你是从东京进去 你要往南边去走 你就会觉得那时间上面 好像有一点点小浪费到 但是你如果是要往北边走的话 东北最北可以到青森去嘛 所以你从青森搭配着杂谎 好像也可以 对了 北海道还很多机场哦 你从东京过去的话 你可以飞代广 可以飞川路 可以飞女版别 所以呢 假设啊 你今天本来就是想要去北海道的 到东或到北玩的情况之下 哇 那今天啊 你搞不好这样子还可以比 直接飞杂谎方便 因为你杂谎你还是要到那些地方去嘛 你东京直接飞到女版别开始出发 然后呢 你从女版别出发 最后比方说 你从川路离开之类的哦 诶 这种组合好像就蛮不错的哦 讲了半天这张票 好像就是专门为了北海道设计的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哦 原因是因为呢 毕竟啊 全日空跟日航呢 他们都没有去经营 从台北到杂谎的航线嘛 所以他如果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让很多要去北海道的人 可以去买他的东京机票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促销活动吧 好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这一组票呢 这个ANA跟JAL呢 他们飞的基本上都是以东京为主哦 你如果今天是从松山飞雨田的话 雨田因为有相当多的国内线 所以说你可以从雨田就直接转机出去 那当然你也可以现在东京玩一玩 再回到机场 你中间是可以去设计一个中庭的哦 所以你才有办法东京玩三四天之后 再飞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日航啊 它其实呢 是有飞陈田到 呃不是陈田 陈田到陈田的飞机 那陈田的飞机的情况之下 陈田的国内线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么多了 而且陈田的国内线的大本营 热陶这个跟这整次的促销都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嘛 那日航的航点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呢 你很有可能你会去搭配从雨田出去的 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这一张票 到底是怎么飞的 假设你今天你最后的目标是 你要先在东京玩 然后你最后呢 再从雨田飞到国内线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假设你今天抵达陈田之后 马上要从雨田机场转机出去的时候 哇这个就要好好算好时间了 陈田到雨田可是非常非常的远啊 然后再来就是呢 你如果今天国际线转国内线的话 比方说你如果今天是在雨田机场的话 雨田机场向ANA的国际线出来 你马上就会有看到那种转国内线的counter 他们现在都有这样子的设计 你可以直接把行李拖过去给他 你就直接就登机国内线了 那有的时候呢 没有这样子的服务的地方 你就必须要去自己换行下 这个呢 也是你在买这种机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一个日空跟日航的 非常特别的机票的促销活动 我觉得如果要再安排这种 比方说东北或是北海道旅行的话 这种票我觉得算是还蛮好用的 而且你还有机会可以做日空跟日航 还有机会可以做国内线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车收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来下午新好评 追踪我的脸书在IG 我们周三见啰 拜拜